那這條題目呢,就講著,下面的這條式,如果是關於x的完全平方式,一個perfect square 的話呢,那我們需要證明一些東西的 那我們可以由這條式出發,看看這條式裡面的每一個term呢,都可以表達成一個x的平方 再加它多了出來的常數的和,這個東西乘以一個x 那再加多出來常數的值,那如是者,我們recursively,即是ab又出現一次,bc又出現一次的話 那綜合這個東西的結果,我們就會有x的平方出現了三次 那ab這些東西又是出現了三次,不過換了不同的英文字幕,那組合在一起,就變成2 a加b加c,這個東西乘以x,那然後ab又是recursively這樣出現呢,那我們就會有ab加bc加ca了 那如是者,我們就會有一條x,關於x的一條二次方程啦 那但是,我們之後要做的東西呢,就講著,這一條x的二次方程呢,是一個完全平方式 那關於完全平方式呢,我們有的結論呢,就是它會有重根啦 那就是說,它的determinant呢,這個東西是會等於0的 那determinant就是b平方,也就是4 a加b加c的平方 減4ac,那就是4乘以3 那c就是這個東西,ab加bc加ca 那這個東西呢,這個東西是等於0的 那這個東西呢,這個東西是等於0的 整個determinant等於0的 那麼,簡化了這一條東西呢,那再爆開這個東西呢,那我們就會有 a的平方,加b的平方,加c的平方 減ab,減b,減b,減ca,整個東西呢,就等於0的 嗯,那我們又有平方了,又有這些ab出現了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那我們就不如將整條式 乘以2 乘以2 那我們很清楚就看到,我們有2ab 2ab這樣自然要找些什麼group 就找a平方和b平方group在一起了 那bc和ca一樣這樣做 好,那我們group完之後呢,就發覺這一條 我們可以找一條這樣的式去表達了上面的這一堆東西 就是 a-b的平方,加b-c的平方,加c-a的平方 整個東西等於0 那麼,有3個非負數加起來等於0 那麼,我們就知道 那麼,我們就知道 3個非負數 那麼,加上等於0 那麼,我們就知道 他們每一個非負數呢,其實都是會等於0的 那麼,結果我們引申出來的結論呢,就有 A-b這個東西等於b-c這個東西等於c-a這個東西等於0 那麼,所以 得出來的最終結果呢,就是 A-b等於c 那麼,證明完畢 那麼,這條題目呢,就說當合乎 某一個條件的人呢 那麼,以上這兩條方程 當然會有一條呢,會有一個實根的 那麼,我們要證明究竟 那些方程有沒有實根的人呢 一向都會借作Determinant這個方式的 那麼,我們一起看看 那麼,我叫第一條式的Determinant 就叫Determinant1 那麼,這個東西呢,就等於b平方 也就是p1的平方 那麼,減4ac,就是減4a是1 c呢,就是這個q1 然後,以後呢,我們討論第二條式 那麼,我們看到呢,這個已知條件呢 首先,這條題目呢,就要我們 prove 至少一個 那麼,包括這個已知條件呢 它都會將p1和p2 包在一起,來討論的 那麼,如是者就給了一個 hint 給我們,就在說 不如我們將Determinant1 和Determinant2 加在一起 討論一下,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那麼,我們看看 如果我們將Determinant1 加在這個Determinant2 那麼,我們就會有 這些東西呢 我們會多一個p2的平方 那麼,減4ac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包在一起 來減 加這個q2 那麼,然後呢 我們就看看我們 本身有的已知條件呢 它包含了一個 q1加q2在這裡 那麼,看看我們這條式 我們這條式一樣都有這塊東西在這裡 那麼,將這個東西 代入去 再換算一下呢 我們就會變成 p1的平方 減2p1p2 然後再加p2的平方 那麼,這塊東西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完全平方數啦 那麼,就是等於p1-p2整塊東西的平方 那麼,我們知道完全平方數呢 就告訴我們 這一塊東西 無論如何呢 都會大過或者等於0的 那麼,拖回來一起看吧 就是說,跟好 將這個拖下來 那麼,不是跟好 這個是 判別式1 加上這個判別式2呢 那麼,我們就會有 大過或者等於0的情況 那麼,所以呢 我們由這一點出發呢 就說,因為我們有 判別式1加判別式2呢 這塊東西大過等於0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conclude到呢 當然會有一個 要是就 Determinant1大過或者等於0啦 那麼,又或者是Determinant2 大過或者等於0的 那麼,同時當然會有一個成立的 那麼,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那麼,我們由 又變了由這一塊東西開始出發 那麼,就可以歸納回上面我們要proof的東西了 那就是,至少 方程1 這個方程1和方程2呢 當然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實根的 就是這樣啦